很多兄弟不会追女孩,从小到大感情经历少得可怜,每次遇到自己喜欢的女孩子,总是不知道该如何去追求。 既担心自己长得不帅,个子不高,又担心女孩已经有男朋友了,正当你犹豫不决的时候,回头发现,女孩子已经被一个各方面条件,都不如你的男人抢走了,让你又气又悔恨,但是遇到下一个心仪的女孩,又这样循环往复,不知怎么办才好,这里给大家一点建议。 西,一,自动带她去见爸爸妈妈。俗话说,丑媳妇也要见公婆,如果一个男人情愿带女性去她的爸爸妈妈,禅明女性在她的心中的方位现已断定了,现已认定的女性,所以才会带女生去见她的爸爸妈妈,让她的爸爸妈妈,看看自己未来的儿媳妇。 一个男人如果对女生只是玩玩,他是不会带女生见爸爸妈妈的,由于他知道可能没有今后了,所以也没有见爸爸妈妈的必要,玩玩罢了,何须当真呢? 二,介绍自己的朋友给女生知道,朋友圈,是每个人一生中的财富,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。 我们很在乎朋友对我们的评估和形象,所以在朋友面前干事,我们都会表现得非常慎重。 如果一个男人主动介绍自己的朋友给女生知道,让女生触摸他的朋友圈,缠明他对女生现已放下了防范,并且可以相互更了解,并知道对方的那些朋友。 闲外之音就是说期望你们能更进一步的了解,融入到对方的日子,这是在为你们今后的日子打基础。 三,常常议论未来是问为什么要和女生议论未来。 我想大部分人都会觉得是诚心喜爱的人才会这样说,诚心想要过日子的人,只要施发自心内的,想要跟对方一同度过后半辈子,才会不断地去幻想未来的日子。 所以,如果一个男人要常常跟女生议论你们的未来,缠明你们曾很屡次一个人,幻想过你们以后的日子,在对方心里现已默认了要嫁你,跟你成婚生子了。 四,注重你对他的许诺这点也很重要,所谓注重,就是不光是嘴上说说,而是支付实际行动地去达成对他的一些许诺。 松哥表明即便短期内无法完成,但女生也能感受到,男生带给他的安全感,由于女生信任一个言而有信的男人,与专情是挂钩的,这样的男人很少会是个父亲人,怎么追女孩,一开始怎么聊,如何升级关系,怎么邀约,如何牵手,甚至怎样带回家等一系列的技巧。 文章来源,公众号恋爱绅士学堂图片素材。